脊柱是身體支柱,保護中樞神經系統 身體就像一座摩天大樓 脊柱就是大樓的支柱,支撐著我們身體 脊柱由上多下分成頸椎、胸椎、腰椎、腰椎、 腱骨和尾骨 在人體大樓的最頂層,頸椎承擔著最重要的使命 支撐著我們的頭部,讓我們可以自由地轉動頭部 脊柱由33節脊椎骨組成 每一個脊椎骨之間會形成脊間孔 可以被脊椎神經將信息傳遞到身體各個部位 脊椎共有31對脊椎神經 包括8對頸神經、12對胸神經、5對腰神經、5對戰神經 和一對美神經 脊椎和腦部構成了我們身體中枢神經系統 負責控制人體的一切運作 無論是自主神經系統中的膠感神經、負膠感神經 還是控制手腳動作、感覺和保持平衡等 都需要脊椎中的神經來傳達訊息 然而當脊椎受到壓力失行時 旁邊的脊椎神經就會受到壓迫 影響神經信息的傳達 一旦神經信息傳達受了 身體功能 自然就受到影響 如何去選擇合適的枕頭和床墊呢? 審據對人的脊椎而言是非常重要 適合的審據可以保護脊椎 美國及加拿大脊骨神經醫師王如玉 在《體態決定你的健康》一書中看到 從脊骨醫學的角度來看 他比較推薦獨立桶系列的彈簧床墊 獨立桶的支撐方式是屬於多點的平均支撐 人體需要較多支撐點的盤骨、背部和肩膊等 都可以獲得足夠的支撐 而且因為每一個彈簧系分開獨立 腰椎、塞蓋等比較粒陷的區塊 亦可與床墊完全貼合 他提醒 選擇床墊時一定要試睡一下 軟硬度可以根據個人體重來選擇 所謂軟硬適中的床墊是指 當你睡下去時 它的彈性不會過於強烈而造成反彈 亦不會因為太柔軟而整個塌陷 頸椎的弧度就像一個壓力緩衝器 如果一直保持不良姿勢 頸椎就會受到壓力 不僅影響到頸部肌肉休息 還可能對附近的神經造成壓迫 導致失眠等問題 王玉玉表示 枕頭的作用在於填補和支撐 平躺時頸椎和床之間的空隙 來維持頸椎應有的弧度 不會因為平躺時地心吸力 令頸椎弧度改變 他認為選擇枕頭時 必須注意質料和高度兩大重點 王玉玉推薦彈性好的雨膠枕頭 他表示 最適合的枕頭高度 是平躺時下巴能與地面平衡 不會往上或往下傾斜 而在側臥時 肩頭到耳朵和頭之間要被支撐得到 而下巴就依舊維持在兩個鎖骨中間 良好的體態有助於維護身體功能 除了晚上睡覺之外 日後也要注意保持好的體態姿勢 台灣中醫師胡賴文也提醒大家 不要經常睡在梳化或床上看手機 因為這樣可能損傷脊椎 而我們每天的臥肢、坐肢和站肢 都可能導致脊椎側彎影響健康 脊椎是身體的骨架 他保護的中書神經是控制身體各部位運作的唯一訊息通道 無論是自主控制的行動 例如行走、跳躍或抓住物件 還是人體其他功能 例如心跳、消化、同呼吸及血液循環等 都是靠神經傳遞訊息給大腦 然後大腦根據身體狀況做出調節